本节目由PortoStore赞助播出 有玩PTCGO的线名 可以到PortoStore购买序号 输入代码SKYLINE可以享5%折扣哦 哈喽大家好我是天线 今天我们来拍的是这一个 吉吉拉蒂娜Visa的牌族 对是这一次《迷途声音》里面的主角 也是我相当期待的一副套牌 一般吉拉蒂娜分成两种 用花疗缓环跟阿克罗马 累积放逐区之后 再用幻想门来填冷的 那另外一种则是单纯使用 奇拉蒂娜Visa的280点商态 并用阿尔洲斯Visa作为输出的 那我决定先给放逐系统一个机会 所以今天先来介绍这次的放逐奇拉蒂娜啦 首先呢我们放到三组的 奇拉蒂娜V还有奇拉蒂娜Visa 奇拉蒂娜V它的第一招是一定要记得的 深渊探球 一五可以使用查看自己牌库上面四张卡片 然后选择其中两张加入手牌 另外两张到放逐区 这是在我们后宫情况下 如果你有铺到两张奇拉蒂娜V的话 你可以选用这个深渊探球 加速你在下个回合能做出幻想门的机会 那么第二招四列一草一敲一五可以使用 打160点 然后这个招式伤害不会计算对方战斗宝可梦身上的附加效果 在你遇到大奶罐的话你可以用这个招式来突破它去造成160点的伤害 这个环境感觉大奶罐好像又有点被削弱了 再来我们看到它进化上去的奇拉蒂娜Visa HP有280点相当优秀 不愧是神 招式放逐冲击 一草一超一五可以使用 打280点 然后选择两个自己场上的能量放置到放逐区 算了要把能量放到放逐区 不过280点刚好是现在绝大部分宝可梦Visa的HP 陷加不够的伤害 你也可以之后用勾魂炎来补足 接着看到它的猩猩力量 一草一超的猩猩安魂曲 这个招式只有在自己的放逐区 有10张以上的时候可以使用 将对方的战斗宝可梦直接弃绝 突破像是铝钢龙或者是链鹿鹿龙这种 可难将它们弃绝的宝可梦啦 放到了绿牌系统是这个 蛙疗缓缓 它的特性跟以前的链鸡有点像 是站在肉厂的时候 查看自己牌库上面的张卡 然后选择一张将手牌 另外一张放置到放逐区 前期会花很多换位的方式 例如会收网或者是气球等 大量的使用蛙疗缓缓的特性 一个回合可能会使用1到3次左右 它也算是一个蛮简单的绿牌方式啦 看你是要缺能量或者是缺进化型 都可以借由它来将我这手牌 再来是放到一张古月鸟 以及一张勾魂眼 常见的放逐好兄弟 古月鸟在其他地呢 你可以多放一张没关系 就是放1到2张 那我这边还有放到其他的打手 所以我是只放到1张而已 它的招式打110点不计弱点 重点是它的特性 放逐攻凝 入自己的放逐区有4张卡的时候 这只宝可梦所使用的招式能量全部消除 4张这个条件其实还蛮简单的 我们可以用1张阿克罗马 还有2次的花疗缓缓 有机会在后宫就可以直接打 这个110点的输出啦 它也会是一个当你有放逐系统的时候啊 可以普通挂呼的1张加上卡的打手啦 再来是看到勾魂眼 第二招放逐矿山 这个招式只有在自己放逐区有10张以上是可以使用 将12个伤害值失误 Delay的方式放置到对方场上的宝可梦 12个欸很多耶 虽然放逐区要10张算是一篇后期的招式 但是我们也不会被瑪娜飞的特性给阻挡 所以后期如果对方场上有被我们打残的宝可梦 V-Star 或者是有类炎西在场上啊 你就可以用这刀放逐矿山 也是拿到付出的奖伤卡喔 算是一个很好拿来收奖伤卡的方式 再来放到1张的帝王拿破V 没错 这是刚刚有提到其他的额外打手 特性 君王之眼 是他主要会放在这部牌的原因啊 他只要在侦透场 对方全场的基础宝可梦 拥有规则的宝可梦除外 特性会被消除的 像我们下面看到的花疗缓环 还有古叶鸟 我们只要一张第二招就能赏上 对边的花疗环会直接瘫痪喔 另外也可以counter像是大奶罐啊 智慧星等 如果有拍一支他的影片 有兴趣的话可以再去看看 招式螺旋战 一水两五打130点 将这只宝可梦身上的一个能量 改复于备战一只宝可梦 这个招式的条件是必发的 只要备战有宝可梦的话 就一定要传一个能量到后面 再来绿牌的还有一张霓虹鱼弼 以及一张光辉甲赫人蛙 光辉甲赫人蛙应该大家蛮熟悉的啊 如果能量很多的话 你是可以投入到这个光辉甲赫人蛙 来写入自己抽牌的 霓虹鱼弼的话 则是可以运用他的夜光标志 通常提拉蒂娜的支援者 他的数量不会太多 这张阿克罗马标评还有两张老大 再来可能就是一到两张的抽牌之愿者而已 所以这时候霓虹鱼弼就可以起到很好的效果 万一对方厂商是有占地王拿破V的话 化料还没有办法运作 这时候的星体球 我们就可以考虑优先拿这个霓虹鱼弼 抓取阿克罗马的实验来累积我们的放逐区 由于这副有放到水能的关系啊 霓虹鱼弼的水回旋也是可以使用的 一水两五打124点 将这只宝可梦与身上附加的卡 全部放回到排库重细 也算是一个避免这张霓虹鱼被对方当成交参卡漏洞的一个方式 再来放到水能的话 就还有一个好处 可以用我们光辉假喝人挖 他的月光手里剑 去对对方两只宝可梦造成90点的伤害 两个90点 不管我们要弃绝雷眼吸 还是变成吸都相当的方便哦 甚至现在有些其他地方的牌型啊 他没有放到的地方拿破咪 也是会选择放个三张水能 让我们光辉假喝人的话 有机会打出这个月光手里剑 这边就是我们宝可梦的部分啦 看到物品卡 4张的先机球 3张的高级球 3张的对战MVIP参加证 高级球的话 主要会拿其拉蒂娜Vistar 你想要把他们的数量调到往上加也是可以 但这部牌约能量有比较多的关系 空间老实说还是有点几 所以这边比较标准的比例是433 提供给大家 4张的幻想门 当自己的放出去有7张以上的话 可以使用将自己排库 最多两张不同属性的基本能量卡 以任意方式赋予自己场上的宝可梦 有了这张幻想门 其实造就了蛮多以前不太能运作的牌型啦 也让其拉蒂娜牌有更多要属性的选择 像有人会加个钢能放到雷雅的昌响 再来换位的部分 4张回收网是必须的 离动神我放到两张 气球放到一张 这边的换位总共有7张 离动神的话 只是针对现在可能会有帝王拿破壁的关系 有了这张离动神 就可以把他的帝王拿破换到备战 如果遇到像加勒双奈瓦斯 一样是可以用这张离动神来解 换位的话你也可以放到交错切换机啦 不过那个可能就比较偏宝可补给战的牌型了 接着放到一张的道具防外器 我们如果打280点在阿尔咒斯或帕鲁甲身上 他们有贴到大洪符的话 一样是可以把它弃绝的 在这部牌的位置 你也可以选择讲究腰带 就是直接进行增加伤害的 或者是放逐吸尘器啦 主要都是拿应对大洪符这类的卡片 让我们的280点可以有效的去进行输出 两张普通吊杆 也有人会放到一张普通吊杆 一张能量回收器 如果你排库的古鱼鸟是放到两张的话 比较能够把一张普通吊杆换成回收器啦 支援者 阿库罗马的时间放到四张必放的牌 两张的老大 这边还是建议放到两张啦 以及我这边是选择放到一张的美容 因为这幅有放到水能的关系啦 所以美容也是可以协助我们来填嫩的 有人会选择放马力 也有人会选择放赛宝力 博士研究比较不会放 因为我们前期在累积放出去的时候 幻想们都会扣在手上 所以博士研究比较不会放 两张的训练场地 有时候会留不住其中一张 所以这边是放到两张的训练场地 能量配比是 四张的基本超能量 四张的基本草能量 三张的基本水能量 以及一张的双重乌鱼能量 放足的牌型 如果里面选择放到其他属性的话 你的基本草跟基本草 基本上要放到各6张12张才够 还有另外投入一张乌鱼能量啊 让帝王的阿波还有霓虹鱼都可以使用到的 另外一个是我们也可以给这个 奇拉蒂娜Vista 不过不是填在他身上哦 例如我们是填在帝王拿坡身上的话 然后奇拉蒂娜身上也符合他的能量需求 这时候我们可以丢场上两个能量道放足区 当然也是可以填给他 然后一抄一抄啦 不过这个招式上来就会减20点 玩家可以自己斟酌 好那这边就是台主介绍的部分啦 其他如果你还要调整的卡片 可以看之前有介绍过的奇拉蒂娜打手 第二部分玩家会选择放到梅丽莎 让自己后期有机会去追回那个奖赏卡 就看玩家怎么选择啦 那今天的影片就大概到这边告一段落 如果喜欢我的影片的话 可以帮我按个喜欢拜托 新观众也记得留言支持我哦 我们下次再见啦 拜拜